北京市井山警方通报,歌手陈某英吸毒,非法持有毒品被行政拘留 直接打脸陈宇凡曾经的话 2011年,宇全组合在接受采访谈及艺人吸毒时表示,艺人要自爱 陈宇凡称,远离毒品,应该是每一个在社会上的人,应该去做的事情 中国人对毒品的痛恨程度,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对明星吸毒的态度 很多红极衣食的明星,因为一朝误入企图沾染上毒品,整个职业生涯就被断送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陈宇凡事件,我国已被曝光的涉毒明星高达46人 四年前,柯震东因涉毒被抓后粉丝们拼命为他洗白 一句句诸心的话游在耳畔,他吸毒跟你有毛关系,挖你家祖坟了 有能耐你报警啊,吸毒也很帅你依然是我男神 不管你吸不吸毒,我依然在,依然爱你 成为名人,不是陈宇凡,柯震东门吸毒的挡箭牌和保护色 借用人民日报的一句话,如果容忍贩毒,怎对得起无数击毒警察的青春和热血 如果再为吸毒明星辩护,怎对得起牺牲的击毒警察 毒品是中国人心头一道永远无法悦合的伤 我们从不也绝不接受任何吸毒的理由 事情一出,网友吐槽小米称此事最大输家 原因是此前小米有品已经独家冠名了歌手雨拳 20,雨拳巡回演唱会 小米优品还针对雨拳20周年推出了限量版权同纪念公仔 原计划于12月4日在小米有品发售 价格999元,限量1000套,总价值近百万 但除了小米以外,宝骏汽车也独家冠名了雨拳在12月8日广州场的演唱会 同样采中地雷损失几百万 近年来,因明星吸毒被抓而损失惨重的企业已不在少数 此前有媒体统计,国内企业因盲目追星每年的损失在10亿人民币以上 近年来被曝出吸毒的明星里,最当红的莫过于小鲜肉柯震东 当时他的代言费用在500万左右 手握的代言包括肯德基、炫脉口香糖、尼维亚、欧莱雅美宝莲、雪佛兰汽车、冰淇淋和露雪等 多达20多家 在柯震东吸毒曝光后,他们集体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品牌危机 事后有产业分析师表示 初步估计,柯震东吸毒事件给其所代言的品牌厂商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商业损失达到数十亿元 2014年,因参加《中国好声音》而声明确起的李戴默被曝光吸毒 当时一家主营业务为机械设备制造的上市公司这副控股 刚刚宣布出资超4亿元收购李戴默所在经济公司梦想强英文化传播 上海、有限公司20%股权 3月18日李戴默被拘留后,从3月26日起 这副控股的股价从9.68元狂跌至4月3日收盘的6.76元 下跌30%,市值蒸发超过41亿元 很多企业想要借助明星效应搭上高速列车 于是大手笔邀请明星进行代言 选对了人则皆大欢喜 如果不慎采雷,不仅代言费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甚至会引发消费者的怨气 比如今年6月,知名彩妆品牌NARS邀请涉毒艺人科震东为其站台 惹恼了一众网友 而NARS却没有给出一个让大众幸福的解释 因此给自己的品牌蒙上了一个污点 遭到了网友们的严厉抵制 想想那些为吸毒艺人洗白的粉丝 他们中有人从没亲眼见过那些因为毒品破碎的家庭 因为吸毒牺牲的生命,如果你仅仅告诉他毒品是有害的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 他们可能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也无法理解那些刀刃上的生命危险 从来就不是吸毒者一句对不起就能一笔勾销的 2014年9月,洗白事件发酵之后 广电总局明确提出要求 不得邀请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 不得制作、播出以炒作演艺人员、名人明星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为看点 瘸头的广播电视节目 随后两年,上海与山东相继出台相关规定 广播影视、文艺团体不得邀请因吸毒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未满三年的人员 或者尚未戒除毒影的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 不予播出其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商业广告节目 表明立场、表明态度、涉及吸毒、对吸、贩毒持正面态度的文艺作品 艺人、绝不允许出现在公共视野 是在形成具象的威慑力 让那些盲目的粉丝知道 你喜欢的艺人、只要吸了毒 你无法再购买他的作品 连支持他的途径都没有了